这一节我们画一个透明的一个壶 它这个图片我们看图 它是一个冷色调 然后冷色调呢 但是它画的时候呢 它又有一点这个一个冷色调 那其次呢 它这个后面的有一个这个背景 就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黑背景 几乎是 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呢 需要给它改变一下这个色调 所以说呢 其实就是画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主动 非常主动 我先来构图 先来构图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是这个这个壶 你看这个构图的时候呢 就和写书法一样非常的流畅 绿索一点 绿索一点 然后这个 这是一个梨 梨到这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橘子 非常大的一个橘子 然后这边呢 是搬开的一个橘子 搬开的 我们画的时候呢 放松 它是冷色调 那我们画的时候呢 就尝试着用这种暖色的 来起它的形 来起形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整个它这个底色呢 和这个上面铺色的时候 它能有一个这种 对比 有一个对比 它这个底下呢 是这样子 桌面 有很多变化 这个画面呢 你看 重重要的这边呢 还有一些葡萄 葡萄 然后这边呢 这个布子的一个形 主要的这个物体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视觉中心 是吧 这是物体 你看在这个什么位置呢 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是主体 而且呢 这个前面这个面呢 不要画 留的太多 不要留太多 稍微它松开一些 松开一些 这儿呢 还有个小的 小橘子 小果子 这块呢 还有一个橘子皮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构图 这个构图呢 不用太讲太多了 因为我们在素描里边呢 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这种练习 然后直接在肤色 肤色的时候 嗯 它是一个深背景 我们给它变一下调 让它整体和谐一些 要不然这个黑呢 就相对呢 比较压抑啊 我可以 我可以选择让它出 变成一个就是 有两种情况 第一呢 我可以把背景呢 变成一个浅背景 相对来说浅一点的背景 其次呢 我可以把这个 就是把它这个蓝布子呢 变成一个更 就是更 比它这个更深的一个蓝布子 那这样的话 物体上面比较亮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可以 那我们先来 背景上面呢 就深一些 背景就深一些 然后把这个蓝布子的 这种亮度呢 把它加低一些 嗯 那用这个颜色 非常深的 当然这个颜色呢 要不能够 不能搅得特别匀 不能搅得特别匀 它是蓝背景 所以说这个蓝呢 还是要 你看这个非常的 就是很重啊 非常重的 那这个画面里头 它就是这一大块重色 所以我们要大胆的去用 它这个特殊啊 特殊的一块的这个背景 像这个透明的这种感觉呢 都给它压着 压着都可以 左右的这种冷暖的再区别一下 大胆呢往上刷啊 刷子嘛 马上刷就行了 因为它背景也比较深 只要知道这一块 这块嘛 有这个 呃 这个 有这个 糊的这个形 在那就可以了 这个很放松啊 放松一些 就里头有红 有蓝 不同的颜色 给我往一块儿搅 到前面的这个桌面上啊 它这个颜色呢 给它还是这种蓝啊 再变成一个 深一点的这种蓝灰了 变 就是变调 要学会去变调 否则的话 它放一块儿 它非常压抑是吧 不能比这个 就是不能让它这个物体的对比呢 还比这个背景之间的这种对比 还是弱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啊 就整体让它这个 就是背景 和衬部 抬部之间的这种对比呢 弱一些啊 包括它这种蠢度 蠢度的它降一降 加一些肉色 它蠢度就降下去了 蠢度呢 加上去这种明度 只要拉开就可以了 我感受一下 那这个颜色呢 它就比较舒服 这一块 往旁边走的过程中呢 它是有不同的色彩在里头 往里头加 往右边走 往右边走 这个这个平面呢 我都用这种 这种红啊 就是这种横向的色 这个用笔 那这个立面呢 我就稍微多用一点这种 到这边呢 还有这种橘啊 有橘红色这种 东西非常多 所以这边呢 就让它暖了一些偏 它相互的一个影响吧 中间是纯度高嘛 纯度高一些 而往后走呢 纯度一定有变低 那现在是一个紫发蓝发紫的感觉 那它的谱色怎么样 这个后面它是一个亮的布子 这个那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前面这个布子呢 这个掉下来这个面 再加重 加重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再加点这个颜色 让它稍微 有一些变化 该重的还是重下来 用笔上呢放松 放松这个左边呢 偏蓝偏紫 这边多了 到了右侧呢 发绿 多一些 有它不同的色彩 倾向 大胆一点 好大胆一点 去往上去走 整体呢它是一个这种 从纯度上来讲 它是一个重色调 偏重的一个色调 重 重长调 这个重长调 什么叫长调呢 就是说 长调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最暗的颜色 最亮的颜色之间呢 这种对比特别长 特别远特别大 然后 开始铺它这个后面 铺后面呢 也是要放松啊 整个它比较亮 所以说 我用一个亮的颜色 它这个 非常像这个浅绿的感觉 就这个感觉 颜色 再加一点这个 拿破里黄 浅灰蓝 浅天蓝 这样的颜色 然后包括这种左肺 都可以往上加一点 就整体它的这种 往这个旁边走的过程中呢 这个颜色一定是降 减弱的啊 就是无论是明度 还是这个蠢度 都要减弱 都要减弱 放松啊 放松 那到这个物体上面呢 我就换了 换笔了 不用这个厚的刷子 因为物体呢 它反过要塑造好多遍 那我如果说用刷子 它可能就会堆的比较厚 那到后面塑造的时候呢 它就 就那个视觉效果就不太好 我换成这个笔 换成这个笔 它是偏硬的 偏硬的一个笔 有弹性啊 这个有弹性 弹性非常好 也是方笔 然后我先来出这个最亮的啊 比如说这个梨啊 以及这个后面这个梨 这些固体 首先拿上白色 柠檬黄 最纯的最亮的 那我把它放成 这块啊 这块 它虽然是在远处 远一些 这边那个呢 我再加一些绿色 让它明度啊 上面呢 稍微区别开了一些 这是一个面的色稿 你看这样就很快 让这两个颜色呢 它区分一下 区分一下 纯度上实际上 这个更纯啊 这个呢 就热一点 然后再下来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物体 然后呢 这个笔呢 铺这个颜色非常好用 它是一个 又像泥绒 但是好像又不是特别像泥绒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一个笔 水果呢 这个也是非常的纯的 刷平了 你看最纯的啊 这个视觉中心上 它是比较强烈 然后到了后面呢 比较弱 这个前面呢 还有个小果子 在这个地方 还有比较弱啊 就每个颜色都不一样的 你看这几块颜色都不一样 这就是个平面的这种 色块 平面的一个色块 然后这个主体物 就是这个用笔啊 好 厘缩一遍 厘缩一遍 嗯 注意这个用笔啊 整体的一个 罐子 它这个壶呢 这个高度 高度在这儿 然后左边呢 偏红 然后 然后这个前面 流畅,干脆隶碎一些 你看这个 为什么背景用刷子呢?背景用刷子的目的就是 第一刷的比较快,让它大嘛,面积也比较大 然后笔也要大一些,刷起来快 然后再一个刷子,毛比较硬 刷起来能够刷出更多的这种变化 无论是这种 保护的变化,还是说这种 无论是保护的变化,还是这种 用笔上的变化,它都更容易能够走出来 这样的变化 然后这个 到物体上面呢,我就会选择用这个 软一点的笔,就是相对来说的更容易去 画出一些面 这样的 这样的,这样一些笔呢,来去走 好 放回去之后呢,它往下 在这个下面呢,它还有很多变化 就比如说像这个里边 啊,在这个里边 往来去 把这个里边走一下 我这个笔触上面呢,松开,笔触上面要松开了 你看它是一个玻璃罐子 玻璃罐子 是玻璃的弧 玻璃形,玻璃性质的 所以说它比较 透明啊,就是说可以说比较透明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画的时候呢,坚决不能够 就是太过于这个 太过于这个 蒙 它有大量的这种透,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透的这种颜色在上面 嗯 嗯 好,注意这个里头的变化 啊,里头的变化 嗯 这个地方这个笔触就开始去塑造它的形体了 所以铺色也是在铺它的一个大的块 这个铺色还是比较松的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的 你看这个前面我提上几笔 提上几笔它这个体感就会出来 这个笔触注意一下笔触的变化 好那现在这个就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我们平常讲的一个面的色稿 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一个面的色稿 这个笔触就是非常去塑造 一个面的色稿放上去之后就要让它这个画面的关系 自然拉开这个画面还是关系还是比较强烈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背景 上面只要有几个亮色块 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们通常画的这种亮色调画面上呢 大部分都亮色调 突然有一块非常重的一个颜色 马上就能够这个就能够亮起来 那这个就好反过来 它是重色调 大面积的重色 这个很重 然后这个是重灰色 然后突然有这么几颗 一个是柠檬黄 一个是这个黄绿 就是很亮的这个颜色 一下子这个画面就活跃起来了 这个非常重要的 然后注意这个上面 然后注意这个顶部 你看这个用笔触 一笔一笔的去走 不要乱化 流畅一点 利索一些 再来画一个壶 这个壶的一个嘴 它这个形呢 还是很明确的 这个透 那怎么能透了呢 就是找它的变化 你看这个旁边它是黄 那这个上面就要给一笔黄 然后底下的这个投影呢 稍微加一下 加投影注意它的色相 色相 什么是色相呢 就是它的倾向 它是翻软的翻软的呢 这里要搞清楚了 好 这个底下 你看它有 投影对这个 这个 物体 桌面对物体 它会有一定的反射 那同样反过来 那物体对桌面 有没有反射呢 当然也有 所以说呢 它是颜色之间 它是相互的一个关系 颜色之间相互的 所以说当如果说你调颜色的时候 调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颜色了 那你看看它旁边有什么颜色 它一定是有关联 有关联 找到关联就好办了 好 那只夹这个棚这个中心上面 那外面呢 就可以说给它弱化 甚至省略 为什么呢 你外面都夹 它这个画面就没有主次了 所以说要注意它的这个 哪一个地方 我给它夹 哪一个地方呢 就不夹 哪一个地方呢 重点化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比如说像这块 缺几个葡萄 葡萄它比较灰嘛 它虽然是葡萄比较重的 但是这块已经很灰了 到这块之后 来这块葡萄 然后再往上走 葡萄呢 它又有这种 一颗压一颗的这种状态 就是说它不是 它不是平的平面的 它是一颗压着一颗 有前后折腾关系 这是一块葡萄 放在这个地方 那它这个湖里面呢 实际上是有有一点水 有一点水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啊 那这个底下呢 也给它来一点投影 简单的给一下 那就像这个这个旁边呢 要不要 要不要加投影呢 当然需要 这个旁边 其实像这一块呢 它都是和这块都是一样的 它是个布子的一个厚度 布子的厚度 那这个地方 它有这个 梨啊 这个这个梨子 对它这个环境的一个反射 梨对环境的反射 是什么呢 这个里头它也有投影了 有投影就一定有厚度 这样它这个物体就非常的厚实 然后这个桌面前面我可以为了去提高一点点 你看后面让它弱化弱化它 所以说后面给它加一些什么偏重的这样的 类似于重的这样的颜色 和背景之间它是一个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前面我给它提提一下 这个前面这个前面提的时候 就在这个基础之上 稍微亮亮一点点就可以了 也有可能在这个前面来提都是可以的 总之呢就是说 视觉中心上的一定是偏这个 偏亮一些的 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偏这个偏亮的一定是在这个视觉中心上 往旁边走呢它有偏亮的 也是这样子 那现在这个画面呢就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一个 这种一个面的一个色稿 一个面的色稿 其他的没有画 没有画 那就是这块流畅一点 顶上一笔 那这个底下呢是它投影 这个地方呢也是 对 对 好 那 再往旁边走呢 就是 再往 下面走它就可能就是它这个高光点了 我把这个物体上给一下 这个用的什么笔呢 用的是这个勾线笔 勾线笔 是 感谢观看 然后再往上面它这个坝上面 颜色的颜色串起来 只有串起来它这个颜色才能够比较丰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有一个 这种比较重的一个部分 深红普兰调一下 在哪呢 在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 注意它这个形 注意一下形 好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平面色稿 然后同样是偏白的这个布子 我稍微再提上两笔 提上两笔之后 基本上这个色稿就出来了 注意它这个色相 这个什么色相呢 就是它里头永远不是有两个颜色 白加蓝或者白加什么 它永远是 它可能是两个色相 就是说 加了成 但是它可能还会偏别的颜色 这就是它的倾向 这个非常重要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这个白 该晾怎么样 把它往起晾 这个地方还有个小的小红果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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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面的色稿 然后呢 我再把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也更好 可以跟上 这个小果子呢 它就比这边呢 就比它这个外围的这个纯度呢 高一些 就是这个这个纯度呢 就比这个外围的要高一些 它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然后再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还有片绿的叶子 我们可以跟上 就一笔非常简单 你看 你看怎么走呢 注意这个用笔啊 因为只是铺色 不要太纠结 准不准 不要纠结这个 一定要 只要想 考虑一下它的这个色彩的关系 拉开啊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太纠结它这个 其他的内容 因为只是一个面啊 只是一个面 所以说其他的呢 就先不画了 这个这个面的色稿呢 就是说一个面的色稿呢 非常重要的 这个画好了之后呢 后面它会非常的顺 我们这个色稿的练习呢 就是说首先是一个面的色稿 当然这个主体物除外啊 主体物呢 它不止 不止一个面 可能就画的 两个面 三个面都有可能 只是其他物体啊 其他物体 比如这块这个糊 让它粗一些 它看上去这个形的就更准确 对 好 你看就是说画面的最亮的是这个 其次这个 再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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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就是逐步的减弱 这是它的亮度 然后纯度呢 也是这个最纯 其次这个 再次这个 再次这个 也是有个秩序关系 然后这个玻璃 玻璃壶呢 它是非常的 这个虚 非常虚 非常弱 非常弱的 注意一下 这块呢 它有点重的 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壶底的地方 好 这样的话就再一样 这个水不能溅到上面去 这个后面呢 它不该 该亮呢 还是要亮 虽然说远处 它这个步子呢 摆着它就是感觉 把这个亮的步子呢 摆到后面 这个很奇怪 但是 基本上大的 这个秩序方向是这样子 但是 我们画的时候呢 还是稍微 再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它这个 关系 就让这个再提啊 这个旁边呢 该这个视觉中心上该亮的 再亮 一个面 虽然说是一个面 就画一个面 但是它这个 关系呢 非常强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它这个光线呢 它这个偏这个 左 偏这个 光线是偏右的 所以头影呢 它一定是偏 偏左 好 这就是我们这张的这个 一个面的这个色稿 就是说 重点呢 就是说 把握住 第一就是背景 和这个平面 平台 然后以及前面这个立面 还有就是这个衬布 这个关系 这是几个大色块的一个关系 整体呢 它是一个重的颜色 重的色块 重的最亮的是物体上面最亮的 就这一个点 它比较亮 是吧 然后玻璃壁它是一个透明的感觉 就是说 主体物上这个形要收住 然后其他这个物体呢 就画一个面 就主要是这几个色块的这种亮 亮暗 也就是明度 然后其次呢 就是它纯度要分开 依次排开 最纯的 然后第二的 第三的 第四的 然后最亮的 然后其次 其次这个 再次这个 再次这个 它也有一个秩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这个呢 就画到这就结束了 这是一个面的色稿 那我们后面呢 画的时候 这个色稿呢 可以多画几遍 就是这一遍铺的怎么样呢 直接取决于下一步的深入 或者说刻画 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呢 当成一个重点的来去练习 这就是色稿的第一步 色稿的第一步就是 研究它这个几个 大色块的一个构成关系 面积的大小 以及这个 明度和纯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它涉及到色调的问题 好 这一节呢就到这 下来 下来 好 好 那 这一节呢 是